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來實況一下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那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個影片 是我上一支影片有介紹過的日本動森工業頻道 Mugahiko 他發現了一個可以把樹種在癌壁邊邊的方法 他的影片解說非常的詳細 懂日文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他的影片 我會把影片的網址貼在說明欄 不懂日文的人我這邊來稍微解釋一下 他影片中提到的幾個重點 首先我先做了一個像這樣3x3的第二層空間 一般我們能種樹的位置只有正中間挖洞的部分 而最小限度的種樹空間是像這樣我們把四個角給鏟平 那他四周圍就變成這樣剩約0.5格的空間 那這是原本種樹的最小最小的所需空間 那現在我再來把山壁還原成3x3 再來我把他這個角給鏟掉了 那在這個狀態下我就不能種樹囉 像這樣它會顯示沒有地方可以種植 但是呢 我現在在這個角 使用河川改造 在這邊畫了一個小小的L型的小水溝喔 接著我再爬上去 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種樹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也不知道 目前猜測是因為這個河流的0.5格 補足了山壁的0.5格所以樹才可以種上去喔 那在這個狀態下種樹後呢 我們還可以像這樣子喔 我們可以把旁邊的山壁給挖掉 像我們原本要挖它就是會顯示這種 上面有樹木打掉會很危險 但是我們現在就可以這樣子挖掉它了 但是呢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蓋喔 他說樹木四周不能建那個懸崖 但是我們再怎麼挖都會有一格 這個是不能鏟掉的部分 那我們想要把樹挖起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爬上這一格 來去把樹給挖起來喔 挖起來後呢 這個山來我們就又可以處理了 那如果你也想要把那一個也剷掉的話 它也有交易的方法 我們先來把樹給種回去喔 就是我們先來鏟出一個像這樣檸檬形的2x2的山壁 那這個形狀的山壁呢 我們只要往這個方向 把這邊的這個山壁給鏟掉 那旁邊的另外兩個剩0.5的山壁也會跟著碎掉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只讓一棵樹在那個山壁上的情況 但這樣子我們就會沒辦法爬上去把樹給挖起來了 也沒辦法在周圍堆出新的山壁喔 那不用怕我們就是可以使用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整理服務 我想應該很多人有沒有使用過這個東西 那這個整理服務呢 它就可以把指定的東西丟到服務處的回收筒 我們就不用怕說會卡一顆樹在地圖上 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山壁給鏟掉啦 那至於這個要怎麼去應用呢 大家還是可以到Mugahiko的影片去看一下喔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